这是一部漫威看了会心碎 DC看了得流泪的狠人电影 只因这里头全部都是低配版的超级英雄 什么电焊版钢铁侠 马桶牌美国队长的 都在这干儿亮相 我们的男主钢蛋是个18线演员 好不容易接了个大胆 能出演一回著名英雄蝙蝠侠 的盗版货蝙蝠侠 按理说这种好事都轮不上 他平时接的都是这样的广告 只因原定的主角在兜风的时候 一个不留神给脑瓜子撞毁了 这才给了钢蛋机会 回家的路上 钢蛋偶遇了一个小偷抢劫 但他却没有拦住对方 气得老大爷上来就给了他一拐棍 随后还不依不饶的 把他打得上了墙 可就给这一弓劲 可能是因为孩子们都晕真 纷纷吓得呲哇乱叫 好在警局的警长是他老爹 被再次打击后的钢蛋 决心要混个人样出来 于是在拍摄电影的时候 表现嘎嘎优异 一顿行云流水的打斗 直接震撼全场 眼瞅着到了最后一个镜头 可就改这功劲 干 万万没想到假人没爆炸 但演老丑的演员不干了 坐上小车就下班了 钢蛋还想找人要个签名 结果突然收到了 自己老爹住院的消息 情急之下 钢蛋只能先开着 剧组的蝙蝠战车上路 剧组的道具是 大胖还在那嘎研究 假人为啥没爆炸 先开后盖一瞅明白了 原来是电池鞍反了 于是乎大胖把电池鞍 挣到了以后 哼 钢蛋的蝙蝠战车 直接原地爆炸 等钢蛋迷迷登登 醒来时 发现自己居然失忆了 此时的他正在一家银行门口 看着旁边的钱袋子和小手枪 钢蛋懵了 自己这是刚抢完银行出来吗 呃 等等 后车箱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看见远方过来的警车 钢蛋吓得拔腿就跑 俩警察可后面这顿拧 说不知钢蛋此时正躲在了树上 一堆马蜂非要和他亲嘴 钢蛋一个不留神就被树岔子弹起来了 看这攻劲钢蛋撒牙子就跑 可万万没想到 最后晕倒在了路边 这老爷们失忆以后 居然变成了蝙蝠侠 看着眼前追击自己的警察 钢蛋二话不说 一枪下去直接给警察撂倒 从此以后 钢蛋便开始了自己的超级英雄之路 看见路边有抢劫犯 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顿教育 劫匪虽然听不懂 可感觉对方骂得很脏 于是一开车门给钢蛋顶飞好几米 随后捡起钢蛋一落的手枪 咔咔一顿开 万万没想到钢蛋的枪是剧组的道具 俩人都被吓得不轻 最后钢蛋立马去抢夺劫匪的枪 车内的翠花还想着帮忙 可就改这一功劲 直接被反弹的车门打得脑瓜子生疼 好不容易从天窗钻了出去 这只钢蛋一枪走火 眼看人质已经被解决 俩人开始了肆无忌惮的单挑 但没想到钢蛋不讲武德 居然还藏了一只马蜂 给劫匪憋的嘎巴一下就躺地下了 最后钢蛋捡起地上的钱袋子就和翠花跑了 钢蛋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自己这回惹的家伙名叫王老六 是个连警察都敢收拾的蠢蠢老六 他一路追着俩人来到了毕业舞会的现场 钢蛋连忙躲进了大幕布的后面 结果却被铁板卡住 下一秒 知道对方的目标就是自己 钢蛋便打算将翠花送到安全的地方 成功送入保安队伍 钢蛋立马一脚油门跑路 只因他现在的任务更加的艰巨 原来昨天晚上 钢蛋在自己的战役里看到了媳妇被绑架的视频 虽然他失忆了 但是好不好看他还是能看出来的 于是乎钢蛋便按照地址来到了老丑的古堡里 看着高高的围墙 钢蛋打算利用自己的钩锁翻过去 可就改这一功劲 一招下去直接给自己的战衣整成半袖了 没招 只能翻墙进去 为了躲避监控的追查 钢蛋打算剪断电线 这老爷们失忆以后 以为自己成了蝙蝠侠 此时的他正潜伏在老丑演员的家里 眼瞅着对方已经走了过来 可就给钢蛋又动手这功劲 钢 大灯瞬间亮起 原来今天是老丑演员的生日 钢蛋只能尴尬的鼓掌 本以为是来救妻子和儿子 若不知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心碎 看着自己心爱的妻子和老丑亲吻 钢蛋哪里知道这他妈本来就是人家的媳妇 自己只是个失忆的演员入了戏而已 可他转念一寻思 媳妇给你可以 但孩子我必须带走 妈 那是牛爸爸 钢蛋表示孩子你糊涂啊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孩子他妈的呼喊 随后他带着孩子一跃而下开始逃跑 警局接到了消息后立马开始了追捕 而执行任务的人正是钢蛋的亲爹 此时的钢蛋已经来到了一处仓库 正在他打算把儿子藏起来的时候 一只大雕直接给孩子带走了 但警察的追捕已经让钢蛋没时间多想 在仓库内 钢蛋和警方开始了搏斗 但当儿子的怎么打得过亲爹 三下五出二的就被老爹干晕 尽管老爹掀开面具一瞅也蒙了 这不自己的儿子吗 联想起最近发生的一切 老爹瞬间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他跟同事谎称自己没有抓到劫匪 而钢蛋则是被自己的妹妹开车带走 来到了蝙蝠侠的片场 原来妹妹也猜到了哥哥的失忆和这部电影有关系 而一路尾随着钢蛋的真正劫匪王老六也一路来到了片场 此时的钢蛋已经接受不了自己不是蝙蝠侠这件事 但手机里的一张张照片让他逐渐找回了记忆 此时的王老六已经赶到了现场 他要好好收拾一下这个死跑龙套的小咔了命 但重新恢复记忆的钢蛋已经找到了自信 就算没有超能力 他一样做了那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只要心里有自信 每个人都是超级英雄 但盗版货终究不是对手 还没等劫匪出手就已经把自己干得几乎团灭 而钢蛋眼瞅着也要被推进悬崖 结果下一秒 反应过来后的钢蛋连忙将王老六朝着墙上推去 终于成功将其制服 而他干过的那些事自然也全部被推到了王老六的头 这可真是太老六了 最后 来人银失忆手 小伙失忆成英雄 全靠胆量没武功 只要心中有真气 干和黑暗做斗争 告辞了